太魯閣出事後 李一翔驚爆 人就站在山坡上 冷烟俯瞰災難發生 他的身旁還站著一堆人 123456都在圍觀 這些人可能是逃出的乘客 但也不排除有施工人員在內 交通部5號下午記者會指稱 其中一人是聯合大地工程勞安人員 但遭聯合大地嚴正否認 只是這第一時間關鍵照片 狠狠打臉李一翔和台鐵 一開始所說 只有他一人去工地巡視的謊言 檢方展開調查 真相越挖越深 一人去工地嗎 當天沒施工嗎 拍下照片的生還者表示 9點28分泰魯閣撞擊後 他在9點49分 從車內拍向窗外 李一翔就站在那冷眼看待 還受困車內的乘客 接著到處晃牙晃不伸出援手 反而回到工地前 和朋友吃檳榔抽煙聊天 一派輕鬆 彷彿沒自己的事一樣 網友痛批他一臉冷漠 一個人巡視根本滿口謊言 這樣講的話 我們就要真的惹我們生氣的 還有生還者加碼爆料 說當時經過施工單位 他們的人還一邊看一邊笑著聊 不知道事情大條嗎 還是根本蓄意犯案 幾張照片讓案情大逆轉 不知檢察長公開呼籲提供相片 花檢檢察官也罕見PO文 徵求民眾提供相關證據 畢竟李一翔公辭和台鐵說法 都被狠狠打臉 謊言究竟還有多少 全民都想知道 記得台北花蓮綜合報導